明人和佐助居然一起穿越到了二十年前的墓叶 随着大统墓一族的再次入侵 明人的妻子孩子 以及所有同伴悉数阵亡 看着已经重伤倒地的佐助 他使出全力发动了一发惊天动地的螺旋丸 但是敌人只是轻轻一挥手 明人全力的螺旋丸变化成了漫天的光点 即使作为曾经的预言之子和拯救忍戒的英雄 他最终也不得不向这残酷的现世妥协 但就在他和佐助准备付出生命时 一个类似神威的漩涡突然将二人吸了进去 当明人他们醒来后 已经身处在一个幽暗的山洞中 从阴影之中缓缓走出来的正是大蛇丸 明人惊讶地问大蛇丸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大蛇丸笑着让明人不要着急 他只是动用了曾经在语制波信身上的血纹眼 这个眼睛有着和神威类似的能力 虽然从敌人的手里成功逃脱 但一想到刚刚逝去的亲人挚友和化成焦土的人戒 明人和佐助瞬间转喜为悲 大蛇丸收起了玩味的神色 明人跪地大哭几乎流干了眼泪 大蛇丸沉默了两久 之后语出惊人的说道 如果有重新来过一次的机会 你们会怎么做 明人文言目光低沉 倘若真能重新来过 他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得到可以守住所有人的力量 佐助的答案亦是如此 没能守护住哥哥曾经引以为傲的村子 他同样心有不甘 大蛇丸听完嘴角微微上扬 因为他正有一个可以将明人他们的灵魂投送到过去的方法 佐明二人同时震惊 这种事你也能做到吗 大蛇丸随即拿出了一个圆形的仪器 这正是他根据大桶木的宝具梨研究出来的东西 佐助对宝具梨并不陌生 曾经他和博人就靠着梨穿梭回到了过去的木叶 但是当时是肉身也一同回到了过去 大蛇丸正色道 这就是他所研究出来的东西和梨不一样的地方 他这仪器只会将人的灵魂带回到过去的身体里 但是这方法只能传送两个人 而且发动之后 仪器便会就此回去 明人面色沉重 这意味着如果选择重生 他们三人必有一人需要留在这里 大蛇丸看出了明人的顾虑 他让明人放心 他有真理的陪伴在这里并不会孤独 最后明人他们终于接受 离开前大蛇丸将一白色查克拉光团交给了佐助 里面包含着他现有的知识和记忆 只要佐助将这光团付诸给过去的大蛇丸 过去的大蛇丸自会明白一切 并能继承他现在所研究的成果 继而成为佐明二人的强力后盾 说完大蛇丸便让佐明将查克拉注入到了一气中 随着强烈的金色光芒 明人突然拉住了佐助的手 他哽咽地表示这一次我们一定要守住这个世界 佐助点头地答应 二人的灵魂回到了未知的过去 但他们不知道 用这个数的代价其实是施数者和一气一同毁灭 大蛇丸的身上不断出现着毁灭般的裂痕 曾经的三人如今就剩下他自己了 没想到最后的最后 他终究还是活成了那家伙的样子 不过这样倒也不坏 忍戒的未来就交给你们了 明人 佐助 最后大蛇丸散成了一地灰烬 佐明从末世穿越时空的灵魂回到了年轻的去窍 眼前显现的赫然是木叶繁荣的景象 这正是他和自来也修行三年刚回到木叶的时间线 明人激动的心都要跳出嗓子眼了 接下来他要做的便是找到同样穿越回来的佐助